无念是没有念头还是还有善念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问 佛是无念 此无念是完全没有念头 还是还有善念 境界法师答 完全没有念头 你这个不是无情众生吗 佛法不是说从有情修成无情 而是转时成智 他这个无念 当然刚开始先没有恶念 没有恶念就是善念 就是佛法的修行先修善念 再修正念 这个无念 当然你讲无念 可能会错认消息 你讲正念可能会清楚 就是正念真如 内心当中跟我空 法空的真理相应的时候 内心是清清楚楚 但是不取任何的执着 空空荡荡 冷冷分明 冷冷分明 空空荡荡 为之正念 这是正念真如 佛当然是有心念 所以佛也是有生命现象 有心念就有生命 所谓的生命就是由心念来创造的 当然 阿罗汉的学者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无量生命的观念 他认为说生命就是痛苦的 诸行无常 所以说阿罗汉学者观察无常 生命就是无常 无常故苦 这句话很可怕 无常就是苦 因为他不安稳 所以苦即无我 无我不空 所以他这样思考下去的时候 你说这个小成学者 你看你要读法华精华眼睛 你看诸佛菩萨的功德多庄严多好啊 对不对 他能够于一毫端献宝王沙 做微臣礼转大法轮 这么自在的境界 世事无碍 小成的学者看到以后不生好乐 没有好乐心 他就是喜欢苦 空 无常 无我 这个地方就是说 大成的学者是认为念头没有错 念头是无自信的 当然 你说念头有邪念 有邪念是因为我们曾经熏习了邪恶的功能 既然是熏习 表示后天才有的 它本来没有 那么后天才有就是说 你可以假急界定会把它消灭掉 它有生起的因缘 就有消失的因缘 所以大成的佛法对心念不主张 把它断掉 但是主张来对质 转变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不同的思考 比如说 你现在烦恼起来了 其贪欲 其称惠 如果是小成的学者 他对恶念就是完全的破坏 就是修四念处 不敬 苦 无常 无我 把念头全部消失掉了 大成佛法也同意在住行方面修四念处 但是他转念念佛 他同时在起烦恼的时候 把这个心念的力量转成念佛 这样的不同思考 因果就不同 就是说 你对心念只是一类的破坏 你的因是这样 你最后顶多就是 你的果报空空荡荡 你以后就不要羡慕别人 人家有庄严 因为你因地不栽培 你顶多得到清净 你说 哎呀 我是一个阿罗汉 法华会上说的 嘿 为什么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这么庄严 因为因地的时候 你对恶念只有破坏 你不重视修善 那我们今天恶念升起的时候 我们对之恶念 我们又同时意念佛号 无量光 无量寿 我们在破恶的过程当中 又努力地建设 所以最后得果报的时候 有功德庄严 所以 这个成佛之道就是你的抉择 为什么有些人过程当中 他缺乏种种的庄严 设立福尊者 跟文殊菩萨在清净的程度上 在断恶的程度上 我们说差别不大 但是你看他们因地所修的善 那个文殊菩萨的神通道力 功德庄严 设立福尊者是不能比的 就是说 你有什么样的知见 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思考 就带动不同的修行 最后就有不同的果报 除非你彻底地改变你的知见 否则你的成佛之道 这个生命的水流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走下去了 就是产生固定的重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